ECFA第三次协商昨天在北京完成了 而新闻黑长吴敦医师说 目前早说清单还没有完全确定 必须要进行第四次的协商 但是在四月底前 签ECFA的机会还是很高 而目前外传双方的早说清单 台湾有五百项 在中国时有两百多项 但是详细的内容并没有公布 所以让外界看得不洒洒 台湾和中国主团代表一起召开 台湾记者会ECFA第三次协商落幕 这回找收清单到底确定没 清单当中还有三几项 还要到最后阶段 所以会有一个叫第四次的正式协商 如果大陆在做最后阶段 能够接受我们的主张 那六月底签的机会还是有 假如他还需要多一点点时间 那我想六月底不能签 大概七月初也会签 不放弃在六月底前签署ECFA的最后希望 只是谈了这么多次 只传出早收清单 中国对台湾开放五百项 台湾对中国两百多项 立委看得不洒洒 内容不知道早收清单不知道 所以呢即使去谈的这个代表说 有重大的突破 请问突破在哪里 就是台湾配合中国 马英九配合中国 无敦意配合中国演出一个完全牺牲台湾经济的一出烂戏吗 以汽车工业来说 中国大陆否决台湾汽车整车进口的原因 就是要求台湾汽车工业跟中国大陆汽车工业能够建立这个合作关系 然后把台湾的这个半成品加上到中国大陆组装 然后才能够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不许内容有质疑 立委更担心赔上主权 看来ECFA每协商一次 立委质疑就更多 民事新闻最后报道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